一开始找法华三部经 那我们大家自己在学书法的时候 也是去书店 去书店去看你跟哪一部经 或哪一部这个书法的帖子 书法家比较有缘分 你有兴趣了之后 这个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那他就会带动你 就一心一致的去写这个东西 那有时候呢 我们在讲说你在写一个字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说这个字 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做得很完美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看后面同样的字 你写好几次 同样的字写好几次 不要一直跳 不要一直跳到下一个字去 因为你同样的字写完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你有什么东西要改 然后再写一次 通常可以写四次 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字 那这样才不会这样换来换去 那有时候你笔画变粗了之后 你就把它变得很细 就把字写得很小一个 很小的一个字 把它变得很细 然后有时候是 要把它写得很大 很大的是要看它的什么 看它的气势 那我们讲卫碑 卫碑它的气势就是很磅礴 它的笔画很硬 很漂亮 像美国的文化 这种ABC的这种calligraphy 美国也有书法的 它就是着重于这种线条 就是很硬很漂亮 那中国的书法就有很多意境 意境像我们在讲说 花航在它的那个尾巴上面 七个泼墨的梅花 那这个泼墨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意境 你怎么去跟外国的这个工程师讲 他们就搞不清楚 这个就是要有这个 有点墨有点阴开的那种感觉 那这种就是一个感觉 那这个就是大家常常 可以去看这个帖子 然后去慢慢去体会 那这个就是慢慢 我们从上次这个诗节 Demo的查到 也可以看到 第一个心要定下来 心定下来 然后整个动作是可以很缓慢 那这个动作缓慢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一种人文 那当然在书法上面 有快有慢 但是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要很easy 然后慢慢地 把这个书法的美表现出来 那我们有时候 桌上拆一盆花 然后放一个五亮液晶 然后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 随时可以来练习 这个就是我们对整个课程的一个复习 那大家就希望大家在家里尽量能够腾出时间来 那因为像黄契之跟黄契之讲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你就写完一缸水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去写完一杯水 写完一杯水就不是很容易 那另外就是眼睛跟手的配合 你如果真的没空念书法的话 就拿一个自己喜欢的帖子 放在公司包里 随时就可以看着看着 然后手指就在上面 大概描一下 那就是说除了眼睛之外 你手要跟着动 你就会知道说 我平常好像卡到那边 就不会再出去一点 不过平常我一下拉得太长 就不会稍微含蓄一点 把它收一点回来 所以拿一个帖子 放在书包里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 就是大家写字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真的写得愉快就好 你写得高兴 你就会继续去练习 那写得不好看就表示说 你现在的眼力 看点子看得比较多 眼睛可以分别的好坏 看得比较detail 因为常常有人 他自己写得就觉得很好看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把它跟铁子放一起 你才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眼力的训练 那如果说 觉得写得很好 这时候你就要担心了 你可能要再回到铁子上面 再好好去看说 你觉得很好 其实还是很多东西做不到 就是眼力跟这个技巧 互相来帮忙 所以我们讲说 诸众生虚妄疼气 试此试彼 试得试吃 然后起不算念造诸恶业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避免这个东西 在大家自己随时心情都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在学书法的时候把心可以定下来 然后很多一些困扰 烦恼 或者说一些挫折 其实都是很短暂的 都是很小的 那我们从书法的时候 就可以学到说做人做实的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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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